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央行行长因为一句话 导致了央行被强制改革 最大的权力被剥夺 我们知道生活在澳洲的朋友们 一定是深深地感觉到了 在过去12个月 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改变 那么从路边摊到奶茶 到超市的牛奶 再到外卖的送餐费 几乎说所有的物价都在 如同火箭般的上涨 那么当然澳洲央行和美联储一样 它为了控制澳洲的物价 也不得不是连续的加息 把澳元利率从2022年初的 当时只有0.1% 加到目前是接近于4% 应该说直接是把很多 有房贷的朋友们 是几乎是要逼上了绝路 但是按理说 因为美国加息 我们知道西方的其他国家都会跟着他家 本身这个情况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为什么上周 上周的时候 澳洲的财长依然是宣布 澳洲央行将会进行改革 同时要剥夺央行董事会 所拥有的利率决定权呢 说白了 还是因为央行行长在两年前说错的那句话 央行行长罗行长在2021年 当时加息之前多个时间 多个不同的地点 反复强调一句话就是 他认为澳洲央行在2024年之前不会加息 正是因为他反复的强调 使得呢 无数澳洲普通人是可以放心的去银行申请贷款 买车买房 甚至于很多的公司也去申请了贷款 这个来扩张自己的生意 但是随着美国在2022年第一次开始加息之后呢 澳洲也是不可能独善其身 虽然作为经济学家 或者是作为市场的这个参与者 股票交易的大家都知道 但是普通人他并不知道 他管不了这么多 所以大家都对之前呢 央行行长信誓旦旦的那些发言 是深感愤怒 澳洲媒体呢在街头采访了好多次 很多人都抱怨说就是他 承诺当时两年不加息 那现在就害得很多人呢 我们的越共要翻倍 我们知道随着澳洲在2022年5月第一次加息 当时的澳洲的自由党呢 也是毫无意外输掉了当年的大选 而新当选的工党政府呢 是为了平息后来越来越严重的反对声音 也不得不宣布将会成立呢 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对澳洲央行的决议进行调查 随后的调查报告 一共是给出了51个建议 真的是不给面子 你说给三个也就算了 给51个建议 也就是说51个做的是不够的 我重点来说一下两个最重要的点 第一呢就是 这份调查报告里说到澳洲央行将需要设置独立的利率制定委员会 有别于呢现有的董事会 这个委员会将会由经济领域的专家来决定利率的走势 那么给出的理由其实很明确 就是现有董事会中大部分有投票权的委员 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上的专业能力来挑战央行行长的决定 因此没有办法呢来形成一个独立公正的制衡机制 其实本来大家也不关心董事会里都是谁 媒体这么一说 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 在目前这一届央行董事会的十个人中间 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有三个人 分别是正副行长加上一个莫大的经济学的教授 剩下的七个人 其中四个人呢是澳洲上市公司的高管董事 一名呢是女性的慈善家 甚至于最后两个呢是澳洲工会的成员代表 不看不知道呢一看是吓一跳 毫无疑问 在非经济领域 那剩下的七个人绝对是很牛的 他们有着过人之处 但是你让一个慈善家 让两个工会的人去投票参与制定澳元的利率走势 这将会影响到澳洲几千万人的生活 那还真是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按照我们的话来说呢就是 我们觉得这剩下的七个人呢 就是给澳洲央行行长陪跑的 你说他们指望他们要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 说要反对澳洲央行的决定 反正我个人是不太相信 那么根据澳洲财长所公布的报告决定 澳洲央行呢将会增加 刚才说到的一个利率制定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中将会由澳洲央行的政行长 副行长和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三个 再加上呢货币和宏观领域的专家来组成 肯定是不可能再用工会或者是慈善家来凑数了 但是原来的央行董事会呢也不会解散 依然保留 只是呢他们将会用来具体来负责执行政策和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事 说白了就是把利率决定这个最最最重要的关键部分的权利给分割出来 另外呢就是之前呢澳洲央行是每个月开会一次来讨论要不要调整利率 现在改成呢一年八次也就是1.5个月开一次会 这样给予呢更多的时间来观察利率调整之后呢对于经济的反应 其实这个一年八次也不是什么特别夸张的事 因为像英国央行和美国的联储用的也是一年八次 那有可能朋友要问呢是不是现在意味着如果澳洲改变了这个执行利率的选票人选 可能以后呢就不用看着美国颜色自己就可以决定了呢 很遗憾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也许呢增加几名专业领域的经济学家会更好的平衡在选票中的影响力 这个行长不能一家独大嘛 但是在大方向来看 澳洲呢无可避免还是会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 其原因并非只是两国在外交关系上的原因 更多其实是来自于全球目前的经济和贸易领域 美元依旧是绝对的主导地位 这么说吧 美国经济好全球经济好 美国经济不好呢全球也跟着不好 为啥呢 虽说现在有了欧元啊有了这个日元啊也有人民币 但是全球目前国际贸易中结算货币美元占的比例 依然是在65%以上 尤其是在关键产品石油铁矿石黄金和大宗商品 以及呢农产品上 这些都是用美元来作为结算 因此呢美元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将会直接影响到呢 全球产品的定价高低 所以你既然是要作为美元结算体系中的一员 澳洲自然呢也就没有办法来摆脱美元独立的这个运行机制 直到什么时候呢 如果直到澳洲以后的进出口可以50%以上不靠美元来结算 那个时候澳洲的货币政策可能在大方向上就不必像现在一样紧跟着美国 换句话说美国如果开始加息澳洲也肯定加 美国如果停止加息澳洲也就会自动停 也许会早也许会晚几个月 但是在大方向上 澳元和美元的政策的这个共同性和在周期上有超过80%的相似点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关注转发和评论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